9州最重要的長途移動交通票券 這次來分享整個9州最重要的長途移動交通票券 這次來分享整個9州最重要的長途移動交通票券 9州類型的JR Pass 影片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完整介紹9州類型的JR Pass 第二部分為實際兌換過程 還有要特別的注意事項 9州JR Pass一共分成三種類型 全9州版、北9州版、南9州版 全9州版本的範圍如圖示 幾乎包含了所有9州的JR鐵路跟性幹線 有點像是使用範圍包含了台灣的台鐵跟高鐵的感覺 台灣目前能直飛9州的城市 有福岡、佐賀、熊本、路爾島 基於2024年11月開行的桃園飛宮崎航線 其中福岡和高雄、桃園都有飛 也是大部分旅客進出九州的主要城市 九州新幹線最北到博多車站 最南是路爾島車站 中間大站為熊本車站 另外還有一條西九州新幹線 範圍是從五熊溫泉到長崎 因為沒有連接到博多車站 所以從博多車站過去長期還要轉成 比較熱門的路線是博多、路爾島之間的新幹線交通 博多、遊步院、別府之間的JR鐵路交通 此段路線之間也有經過阿蘇車站 然後全九州JR Pass總共有三種版本 三日券、五日券跟七日券 三日券是兩萬日幣、五日券兩萬兩千五日幣、七日券是兩萬五千日幣 也有兒童版本 兒童是只六到十一歲的時間 都是半價的價錢 天數都是連續使用 比如說七日券從十月一號開始使用 那最後一天可以使用的日期就是十月七號 總共是連續七天 北部九州版本 範圍以新幹線來說 最南到熊本車站、最北到博多車站 也包含西九州新幹線 JR也可以去遊步院、別府、大芬、門司港小餐 有兩種版本 三日券一萬二日幣、五日券一萬五日幣 最後一個是我們這次使用的南九州版本 範圍新幹線來說 北重熊本車站 到最南的是鹿兒島中央站 JR來說可以去大分供期指數 這個版本只有一種就是三日券一萬日幣 是九州類型JR Pass裡面最便宜的 全九州、北部九州、南部九州 這三種類型的JR Pass 可以在雙K平台購買 我自己是在Klook購買的 Klook有時候也會有不定期的優惠 有時候折扣還蠻多的 進來Klook的APP搜尋 JR Pass全九州、南九州、北九州鐵路 週遊券 九州JR Pass在兌換正式實體使用票券之前 在雙K平台都可以免費取消 往下看一下方案選擇 剛剛說明的三個類型的 九州JR Pass 全九州有三五七日 北九州有三五日 南九州只有一個版本就是三日 這次是買南九州的三日版本 然後附加就勾選五 不定期優惠有免費贈送3GB的E信 把它點選起來 數量是大人四張 這次是四個人使用 按下立即預訂 然後就付款 就完成訂購了 訂購完成後會給一個憑證 它有點像是一組條碼 不是QR Call 訂購四人份就是給四個條碼 九州類型的JR Pass比較不一樣 它不能在現場用綠色自動售票機兌換 一定要現場JR的綠色人工窗口兌換 跟關西類型的JR Pass不太一樣 關西類型的JR Pass像是關西鐵路週二券 關西管域鐵路週二券 可以用自動售票機 或是人工櫃台都可以領取 九州的JR Pass在雙開平台訂購完成的 那一天開始計算 九十天內都可以在現場兌換成實體票券 要比較一下九州這三種類型的JR Pass 你會發現裡面有兩個共同都有的車站 就是熊本車站跟大芬車站 熊本車站有JR跟新幹線兩個是共通的 所以熊本機場進出是一個可以在有限時間內 可以暢玩九州的進出最好的城市 往北可以去玩北九州去伯多 往南可以去路爾島公崎 像我們這次主要是五天四夜 主要就是遊玩南九州的部分 從熊本機場進出 不用再從福岡進出 南九州的JR Pass也比全九州JR Pass便宜一半 如片白底紅這是可以兌換九州類型JR Pass的地方 各自車站的JR九州人工窗口取票 我們這次是在熊本車站取票 如果想要知道伯多車站在哪裡取票 與取票的實際情形流程 可以參考我這部影片有明確的位置 這裡兌換JR Pass取票總共有兩個細節 一個是JR Pass沒有包含的地方是不能兌換的 比如說我這次是買南九州的三日版本JR Pass 它沒有包含到伯多車站 那就不能在伯多車站兌換 只能在使用範圍內的標示的紅底白字車站兌換 再一個細節是目前所有進出九州的機場都不能兌換JR Pass 像是台灣有飛的福岡機場、佐賀機場、熊本機場、陸俄島機場 但是有一個機場例外 2024年11月虎航要開通的台北宮崎機場航線 宮崎機場是九州唯一有JR火車可以通道的機場 也就是說宮崎機場是可以兌換JR Pass的 當然只能兌換全九州跟南九州的JR Pass 宮崎機場自宮崎車站搭乘JR大概是12分鐘 為目前最短機場自市區的路線 比福岡空港國際線到伯多車站的最快16分鐘還要快 畫面來到熊本車站前門的大門門口 進去後不久就會看到這個JR綠色人工窗口 就直接進去兌換JR Pass 拿出兩樣東西給櫃台服務人員 護照跟兌換憑證 我們是四個人所以有四個憑證 所以要拿出四本各自的護照 他確認沒有問題之後會詢問你 要哪天開始使用 是用英文說的 比如說我們是今天使用就是today 或是給他看日期 確認其實使用日期之後 服務人員就會給你真正的乘車JR Pass 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個人工窗口也都可以畫位指定席 如果要在人工窗口畫位指定席 填寫官網提供的周遊券指定席申請表 會比較方便 也可以縮短與服務人員的溝通時間 指定席的申請表也會放在連結的下方 可以參考 那最後一個細節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九州的JR Pass 一遇都使用這張JR Pass進出閘口就好了 你所畫位的指定席證明 是不能一起放進去閘口裡面的 這個官網也有明確說明 指定席的證明不能通過自動檢票口的閘口 跟關係地區的JR Pass是不一樣的 像關係地區的JR Pass是可以把指定席證明 一起放入閘口的 那我們去搭新幹線 用這張換好的JR Pass來搭車 出來兌換的人工窗口之後 我們從對面的視角看過去 這裡是剛剛的人工兌換窗口 窗口的旁邊是綠色自動售票機 這裡可以自己畫位指定席 這次是搭乘熊本到陸兒島中央站的新幹線 去的時候我們沒有畫位 我們打算搭自由席 只要有這個JR Pass 就已經可以搭乘新幹線的自由席了 綠色自動售票機的旁邊 就是新幹線的進出閘口 把JR Pass放入閘口就可以進出 進來後找到要往陸兒島中央方向的月台就是了 因為陸兒島是最後一站 所以不會搭錯 那時候是13號月台 停靠往陸兒島中央的新幹線 來到月台呢 都可以看到這個電子指示牌 往陸兒島中央 如果你有畫位指定席 要注意車廂的車次看是幾號 發車時間 自由席車廂在幾號 像上面就有顯示 1到3號車廂是自由席 最右邊是幾個車廂是細節 像現在要搭的是有8輛車廂的新幹線 另外還有一種是6輛車廂的 我們往地板那邊看過去 如果是8輛車廂的新幹線 那這裡就是6號車的停靠位置 如果是6輛車廂的新幹線 這裡就是4號車廂的停靠位置 我們再看一個也是很清楚的顯示 而且會標示是不是指定席 還是自由席 剛剛電子指示牌顯示 1到3號是自由席 我們要去3號搭車 然後搭到的是新幹線是8輛車廂的 車廂上面也會顯示是幾號車 自由席還是指定席 上去後你就隨便找位置坐 感覺跟台灣的高鐵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車廂的最後面可以放置大型行李 如果是自由席車廂就不用預約 有位置就放 車廂的上方也可以放置水深行李 那這個新幹線是有廁所的 也有免費的Wi-Fi可以用 那這樣就完成了九州JR Pairs的完整實際分享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